公主怎么挖鼻屎 文图里着影 公主怎么挖鼻屎 有一天 小动物们和老婆婆一起晒太阳 老婆婆想到了一个怪问题 她说 你们知道公主是怎么挖鼻屎的吗 小兔子说 公主是用手指把鼻屎挖出来 然后交给妈妈 小猪说 不可能啊 公主的妈妈是王后耶 交给王后一块鼻屎 太没礼貌了吧 公主一定是把鼻屎挖出来 然后 把它一口吞掉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上面都是细菌耶 公主生病了 怎么得了 小袋鼠说 公主肯定是把鼻屎挖出来 黏着鼻屎挖到牢屎挖到墙壁上 小猫说 太恶心了 墙壁会被弄得脏兮兮的 公主一定是偷偷地把鼻屎埋起来 喵 猫子说 不行了 人家被别人踩到了 怎么办 公主肯定是把鼻屎挖出来 假装不小心 把它弹到很远的地方去 哎哟 那可会弹到别人的身上啦 小蛇喊着 公主一定是把鼻屎挖出来 悄悄地放进被子里 等它融化以后 就没有人知道啦 今天我不喝 老婆婆说 既然大家都不知道公主怎么挖鼻屎 不如我们一起到皇宫里看看吧 哦 啊 原来是这样啊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边 欢迎大家跟宝贝们一起听故事 欢迎大家跟宝贝们一起听